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如心体 从本以来平等如如啊 无量受尽的尽体上 清净平等觉 就是这个境界 由此可知 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境界 我们没有能力立命 没有能力断乎 要想入这个境界 修其他法门 是决定不可能 这个不是我说的不可能 一切经里头讲的不可能 唯一有念佛求真净土 得弥陀本愿的加持 临终佛来借引我们往生 这就可能 这样才能够入不思议 除此这一门呢 没有第二门好走啊 大臣 新年迷八个宗派 八大宗啊 我在年轻的时候 跟一般年轻人差不多 求知欲 非常强烈 很旺盛 哪一种的电机 都想去涉猎一下 都想去学 耽误了不少时间 浪费了许许多多的精神 精力 最后 专门念佛 修进度 到底在哪里呢 看看其他过中国派 过中国法门 想想自己做不到 实在没有办法 禅宗不但讲开悟啊 我们做不到 禅定都得不到啊 我们有个能力 盘腿面鼻 做个三个月半年 不出定吗 做不到啊 其实三个月半年 不出定 又算得了什么呢 将来不过是 生死禅厅而已啊 不能出三戒啊 你才知道 这个多难 十命 三命相应 集身成佛 你能成得了吗 尽死烦恼不断 成个什么佛 纵然 依照这个灭法修持 功夫很得烈 有好的上司在旁边指导 集身成佛了 也不过成个藏教佛而已啊 他的地位啊 应光大思奖啊 顶多只等于 穆罗汉 甚至于 穆罗汉不道 只能等于个三个神 只是这样的成就啊 举立原教的佛国 原知愿意啊 这在应光大思文抄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啊 这些祖师大德 都是讲真话了 我这才统统放下来 修净土 弘扬净土 直到这个法门 在末法往后九千年 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的的确确可以普度众生 能令一切众生 这个有缘的众生 能信能愿 故故往生不退成佛 我一辞一门啊 几十年时间才认清楚啊 这个经典法门 不都摆在眼前的 不适合啊 花了几十年 这才搞清楚 才搞明白 才发现的 原来这桩事情 全都写在 无量寿静的经题上 过去也看这个经题 也念这个经题 没发现 不想它的意思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